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 是他们太不了解中国的历史了 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的当时的先进分子 曾经是好大一股劲向西方寻求真理 搞多党竞争 以为这才是治国大道 到了当时民国初期 1913年甚至搞过300多个政党 还选举出了袁世凯这个反动总统 而袁世凯到后来又复辟帝制 他做了83天的短命皇帝 就这样中国的多党制彻底破产了 所以要讲多党制 中国不是没搞过 而且中国应该算是老资格 当年中国的先进者 包括中国共产党最早一代人 原来他们很多位都是曾经是民主主义者 是真心想往西方民主那一套的 但是干下来呢干不通 而且西方帝国主义 包括日本帝国主义 还要骑到中国人的头上 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有名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说的 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 很奇怪 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 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 但是行不通 理想总是不能实现 正是因为这条西方民主道路的幻灭 才有的共产党 所以老实说 当代世界某些地区 我们也在这些年看到了 你像中东有所谓茉莉花革命 那种想搬西方的 照搬西方的所谓民选 结果是一场空 一场把戏 而老实说 中国人一百多年前 就领教过了这类把戏 还要知道 当代中国 我们走的什么路啊 我们也是走的民主之路啊 我们走的是另外一条 民主之路 叫做人民民主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中国还有八个民主党派是参政党 还有日益发展完善的生动活泼的选举制和协商制 这两种民主制度 这样就构成 比西方 那个选举民主 更完全的 全过程民主 选举民主 选举之后呢 我们还有协商民主 这不是全过程民主吗 而且民主和法治相结合 这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生动事件 甘主 记得 当上 来 寻找一息 刘